南大貴貴嘉年華 準備在這禮拜六 十幾月十六後 對保利町的森巴採家嘉年華正式來電開 今年總共有四十個來自町來 跟其他共町的隊伍報名參加 除了有拋車、當兼騎車和傳統的森巴勾隊 以及森巴越容易越 保利國中又特別派出師兄 來做成復仇者聯盟的團隊相當有得勝 保利町公社也歡迎大家做回來保利 感謝這段嘉年華的幸福 聽到這個鼓聲就知道一年一度 保利的森巴採家嘉年華又夠了 那在今年我們除了原有的森巴股隊以外 我們今年又加了特別許多的元素 包括我們埔里的重機隊 包括台中的重機隊 聽說三十幾部都是同一個品牌的車子 還有敞篷車 包括很少出門的 我們陸軍娃娃兵團的夢幻隊都即將來到 影響電影裡面在地面的影響出現 造型和模樣都非常必須 這將是今年森巴採家嘉年華中 這個真有得色的團隊 港鐵人的道具 是保利國中學生所參與製作 將在今年的活動中展現給大家 就是做起來的話有興趣 所以做起來的話就不會覺得困難 那你想花了多少時間 花了大概十二個小時 因為要上期什麼的 要花很多天的午休時間下去上攝 有沒有很有成就感 有 可以給全鎮的人看到我們 我們覺得很有成就感 融入了普利國中的特色社團 就是POWERTECH STEAM MAKER的社團 我們的目的是希望 將我們的多元學習展現在 這次的遊行當中 把我們學校的特色亮點 透過這次的遊行呈現出來 藉由我們普利職場 在製造的過程當中所生產的這個產品 來給這次的活動來製造服裝 製造帽子等等 可以說是非常的變化多端 將保利的招 融入今年的森巴菜單中 也是另外一大特色 南大會輝加年花花黨 今年由保利職的森巴菜單來做老熱開場 活動在12月16日到1點開始 保利職場也會先邀請國民眾 當時來參與這段花蕾的聖火 再次歐教聖柴鳳鮑 採訪補兜